總統蔡英文出席全國原民行政會議 場外原民團體抗議承諾跳票 中金院公布7月份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 表示台灣經濟處於穩健擴張階段 孤單法輪功學員徐稱聲冤死案 中國法院首次判決國家賠償 白宮新幕僚長約翰凱麗 正式上任幫助川普整頓內閣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晚接8點新聞